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11月30日在北京召开 董卿、周涛、黄博、赵薇、胡歌、佟丽娅、马苏、宋家等群星出席 当天作为中国式协代表的胡歌身穿黑色西装白衬衫 戴了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 手拿钢笔坐在桌前面露微笑 像极了一位书生气质的文艺工作者 佟丽娅和马苏则是梳起头发十分正式端庄 演员黄博也是难得一见的正装打扮 西装领带齐上阵 还别说黄博这身还是挺精神的 赵薇也参加了此次文贷会 并在印字上晒出了自己的代表证 与众多穿着正装的演员不同 宋家此次均绿色羽绒服配上牛仔裤稍显休闲 此后宋家、吴京、赵薇、黄博、徐帆等 众多演员举着中国影鞋代表团的牌子 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下合影 不少网友看完照片后表示 文质彬彬的胡代表 厉害了我的胡歌 文大会是全国文艺界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盛会 文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 本届大会于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北京召开 此前曝光的节目单来看 胡歌将搭档佟丽娅作为中国式鞋代表 演唱电视剧插曲 一对对鸳鸯水上飘 胡歌当初挑战意大利阳春白雪的高音 我的太阳 年底胡歌再次与佟丽娅挑战 乡土气息浓郁的陕西民歌 一对对鸳鸯水上飘 此前胡歌佟丽娅在录音棚合唱的照片也随之曝光 两人排练后 江灯文联作协联欢晚会现场 一对对鸳鸯水上飘 两人共同演绎西北民歌 出乎意料的好听 没想到胡歌的音色和音域如此漂亮 据悉胡歌佟丽娅现身文联晚会彩排现场 现唱的干曲目一对对鸳鸯水上飘 是源自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的插曲 感觉胡歌唱的很不错呀 声音很有辨识度 其实两人唱的都挺好的 毕竟陕北大明歌不是想唱就能唱的 除此之外 吴京 张光北 林永健将作为中国影协代表演唱电影主题曲《你来不来》 唐国强 张凯丽 张韩宇将演唱电影插曲《我的祖国》 如此超强的阵容真是相当期待呀 音乐声音乐